龚女士是内蒙古人 她说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叫结贷的项目 简单来说就是把环保袋发放机装在商场里 顾客在机器上扫码 通过关注公众号 看视频广告等方式完成任务 就能免费领取可降解的塑料袋 首先它是一个环保 然后我也本身 我这个人也是一个环保爱 环保人士 然后我奔着这个环保来到杭州 然后他们所谓的一个招商的一个会 当时会场就是怎么说 就是挺鼓舞人心的感觉 龚女士和具享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签了合同支付了13万 公司需要提供40台机器 顾客每领取一个袋子 龚女士就能得到0.25元用金 合同期限为三年 我签合同的日期是12月16号 然后到月底了 我一直在跟他们这个 说这个机器什么时候到 然后他们工作人员 后期的工作人员说 什么机器紧张呀 或者是就是以各种理由来告诉我 这个机器暂时发不出去 合同里约定是免费给我们提供袋子 然后我又同时问售后人员 我说这个袋子 我们要什么时候出来吗 然后售后的人员告诉我 这个袋子需要我们自己买 公司运营这个方式变了 我说那我的合同不是白钱了吗 你们想怎么变 你是不是要跟我这个 我们是假以双方吗 你是不是要跟我提前打个招 或者什么 龚女士说到现在 公司只发了五台机器 还没有收到 关键是他已经不看好这个项目了 有一个方式是扫码关注 关注他们推荐的公众号 第二个方式 什么扫码阅读 阅读量 阅读什么 这个我倒没有打开 但是阅读量肯定都是一些文字向的 一些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扫码观看小视频 那些小视频也都是一些广告 时长肯定都是在三十多秒到一分钟 所以说我在了解这一步的时候 我就觉得接下来的消费者肯定是没有这个耐心 或者是随便的去关注一个公众号 什么我觉得消费者肯定会有会有顾虑 他们这个运作方式 我觉得已经超出了这个环保的这个概念了 他们这个运作方式完全就是 我现在想是是有点不靠谱的 现场还有一位重庆的罗女士 她在2021年11月和巨响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签了合同 支付了将近12万块钱 公司提供40台机器 不过每领取一个袋子 她能获得0.3元用金 她说现在只收到了4台机器 投放出去 她老师一是没袋子 二是工作人员也不配合 我们的机器拿过来 点问呀这些 她都要他们这边调试了之后才行 后来老师打电话 公司公司没有人接 老板老板也不接电话 所以说后面我们就感觉不做这个事情了 罗女士表示现在用金也没有办法提现了 他们提出解除合同进行退款 但公司的做法让他们无法接受 就说我们的诉求是要求他完全的退我们 因为违约是在他们在先 后面的话他说退款是可以 但是要扣除三分之一的违约金 并且那个费用还要在跟他签合约了过后 要六个月之内才陆续的发放给你 公女士带记者找到巨响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办公地点在杭州渔航的拎包客青年创业社区里 没有工作人员在 公女士提供了负责人管总的联系方式 打过去后办公室里有一部手机响了 公女士又提供了公司法人代表赵总的联系方式 拨打过去没人接听 记者发短信表明了身份也没有得到回应 在2021年12月22号 有一位孙先生找到我们 也想投资借贷项目 交了五万多块钱 合同还没有签 想要退款 当时巨响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一位王经理回复孙先生 会走流程给他退款 记者再次联系了孙先生 他表示对方还没有给他退款 他已经打算走法律途径了 公女士他们也表示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邮白宝黄剑记者报道 并且悟 fotos 拍摄举点